11月13日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召开网络研讨会 聚焦美国大选后面临第三波疫情危机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阮青东教授 通报并分析了近段时间以来全美各州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几周内 全美新冠病毒感染率呈现一个新的高峰 达到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10万例的新高 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24万人 畏居全球首位 这是很明显的第三波疫情爆发的征兆 但是这一波疫情原本可以被抑制 在疫情中的数据比起来的两个新冠病毒 在很坏的情况下 疫苗季度还没有开始 我们已经发现报告 医院都被批准 尽管近期疫苗研制方面传出好消息 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阿西什甲院长则表示 由于近期美国总统大选为社会所带来的不安定因素 以及大选后权力交接情况的不明朗 导致近期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出现懈怠 这将导致更多美国人的染疫和死亡 我一直在感觉到有多大的情况下 有多大的影响中 对于何患事是 而为何少了的影响我们的国家 是负购的 那种判断现在是不理解的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一段时间的最后一段时间 我认为你可能要说到疫情 我们是这么近的时间 到处境到处境 处境的情况下 在疫情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认为 它是非常尽量的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 EMS自新冠疫情在全美爆发以来 一直持续关注疫情的发展情况 以及其对美国社会产生的 诸多深渊影响 用举办网络研讨会的方式 通过媒体为民众提供正确的资讯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